委员好 我想第三条本席其实没有太大意见 但是第三十五条我觉得这个部分应该要深入去做更周延的讨论 我觉得这未来才不会衍生更多的问题 本席的立场是如此 那另外我想花博从这个10月25号正式落幕了 那我想我知道盛主委之前也有参与其中某一些规划 那我想了解花博能够创造将近快900万的观赏人口 这样人数 人次 到底他主要成功的因素在哪里 我想他有效的结合了这个一些科技跟各种各样的创意 变成他变不是只是一个单纯的花卉的博览会 很多人去是为了这个梦想馆 为了流行馆 就是他把各种各样的创意集中在一个园区里面 我觉得是 我自己在我个人的观察里面是最能够吸引大家的一个重点 所以把所有所有的相关的都把它集中在一起 变成是all in one 你要什么就有什么 是不是这样 但其实我们看到很多的产业 其实他也有存在这样的一个状况 但是毕竟没有办法去产生这么大的火花 这么大的一个回响 就是说某种程度 你看日本在办花博 他顶多500万 但是你看日本他的相关的人口数是台湾的数倍 在台湾短短的不过是半年 而且呢 是这个2300万人口 他能够创造了900万次 人次的这样的一个观赏 人次是非常不容易的 非常不容易 所以直接的我们去思考了 说其实台湾的欣赏艺术的相关的水准 其实他们是有期待 而且有这样的水准存在 所以我们去看看 就是说台湾民众他不是不愿意去花钱去进场 去给任何艺术家啦 相关的这个文化创意等等 去投资或者去花费 并不是不愿意 而是你的东西要够好 够水准 他才会愿意去投资嘛 是 我想这就是一个重点了 所以现阶段我们花了很多的经费 希望让我们很多地方的文化中心 能够活化 所谓这个文字馆活化嘛 我们好像也编了数益嘛 所以这个部分我想了解 我们如何能够向下扎根嘛 是 让民众能够慢慢的从基层 从基本的文化中心 他能够去体验 去观赏 去学习 去让自我成长 我想这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这个部分文化中心 我们活化的整个进程是如何 我们今年已经 把这个文化中心的活化 列为我们的一个重点计划 它是一个四年期的计划 那现在有六个县市 是获选为主要去辅导的县市 那他们会 我们主要是希望说 用一种示范的效果 让这些县市 他的文化中心变成 不是只是一个上下班 在那边开门 借场地的一个地方 他本身要把自己定位成一个剧场 所以我们要求主要是两点 一个是他要引进剧场经营的 专业人员 因为你经营一个剧场 你就要做顾客的关系 你要去挑节目 甚至于到最后你要能够自制节目 这些东西都是需要相当的专业 我们希望给他经费 让他聘专有专业的人才 去好好做这件事情 然后另外一部分的经费 就协助他们去 这个做软体的规划 就是引进好的节目 这样子搭配起来 我们希望以四年为期 我们的目标 在台湾能够有五到六个 是能够文化中心 跟现在能够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经营的绩效 能够出现 就是这些是艺文团队 真正在地方上面最基本的一个通路 一定要把它做好 我个人认为 其实两点非常重要 这个设备维护的更新 我想你东西如果不够 不够某种程度不够豪华 不够让人家赏心悦目 想要进来去观赏我想顾客是进不了门 对 再来就是里面的专业人员 人才的培育 人才的培育 我想说你投入这样的一个钱 到底足不足够 够不够 你预计现在四年吗 四年总共要花多少钱 呃四年的经费是六亿 六亿 六亿多 六亿多 那你说要活化六个 六个文化中心 预计啦 预计 等于一个文化中心大概一亿 那一亿 没有这还有地方政府自己的配合款 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前提也是说 你地方政府要有心做这件事情 也不可能所有事情都是等着中央的经费 由上而下来给 所以我们审核的一个重要标准 就是地方政府你愿意出相对的钱 而且你自己有心要来做这件事情 这是我们去挑选它的很重要的因素 这样子地方政府跟 呃的这个 的行政 加上中央的经费 跟计划的补助 才有可能让它能够成功 所以必须中央跟地方要一起合作 是 一起要有这样的决心 是 相对地方也要编列相关的经费 是 甚至 人力也要相关要到位 对 才可以做得起来 对 那我在思考啦 说是人才的培育啦 其实这个部分是老实讲是非常 复杂的东西啦 因为你到底这种专业人才 到底多少钱 才能够请得过来 因为未来文化中心绝对不是坐以待毙 不是等着顾客上门 绝对是要去了解顾客的导向 消费者的导向 他想要什么 我们就给他什么 才能够吸引嘛 吸引消费者 吸引相关的这个 这个欣赏艺术人文的这个 观众能够进场嘛 是 这个部分就非常重要 包括刚刚主委您所讲的 人家从制造这个节目内容 规划专业人士的培育等等 这个都是非常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所以这个整体的规划啦 我是说是由我们地方政府来主导 还是中央政府来主导 我们会组成专家的评审团 我们去做每一个地方的体检 而且会辅导他们 那实际执行还是在地方 可是这件事情就觉得是两边携手合作 我们不是只是拨经费 就看你们自己做 我们我们这次还邀请 比如说像朱宗庆林怀明等等 他们在全世界各个剧场都有丰富表演经验的人 让他们来参与整个评鉴的过程 而且去辅导的过程 这也是我觉得他们这一些表演艺术界的大师 他们愿意花自己的时间来投入这件事情 就是他们很认同这个理念对台湾长远的发展是非常重要 所以就是回到你的问题说 这不是说纯粹是中央主导或地方主导 就是我们会给很明确的方向 那这个方向还是经过了最专业的人 他们所去现场去看 然后给的体检提供出来的意见 所以中央协助辅导 地方去落实执行 应该是做这样的分工 那如果四年没有办法去让它活化呢 有没有退场机制 对目前的这个计划就是四年 我们希望也有信心 那四年如果做不起来呢 我们不认为会做不起来 我觉得我们现在 有绝对的信心 而且地方政府对这个事情 我们目前感受到的是他们的积极度 我想可能跟台湾的选举当然也是有关系 地方首长也非常希望自己手上 有一个好的健康的文化中心 然后把好的艺文团队 这个表演能够带到地方上 所以我觉得在这样子一个 大环境的配合之下 我们觉得四年时间 我们能够让这些文化中心脱胎换骨 我们当然非常期待了 因为这四年所花费 不管是中央跟地粉结合起来 最起码超过十亿以上 那如果没办法做得起来 那就是一种资源的浪费 所以在整个规划 整个监督 整个落实 我们必须要更加的严谨 那另外定幕具 我们台北市公管商圈 水源市场十楼 由原本的兵役处 这个大楼规划 改装了这个水源观光剧场 为了要仿效这个百老会的 这个定幕具 打造全台首座的定幕具 剧场空间 那这个部分我就有了解 好像整个进程是有所delay 是不是这样 这件事情完全是台北市政府的 他们去主导 主导 因为这个场地跟内容规划 这是文化局 这完全是台北市政府内部的 所以中央没有给予任何的协助或预算的支持 都没有 这件事情没有 所以这就是一个问题了 你看从98年10月底已经完工了 闲置一年多 闲置一年多了 这个我有去了解 我跟委员报告 我有去了解这个状况 这个是因为当时 台北市议会做出了一个附带决议 他们本来已经要委托外面的厂商了 可是当时市议会定下了四大条件 我现在一下子忘记 因为这个我当时有特别去打电话去问过 所以有所限制 对那四大条件就让这个事情没有办法推下去 所以他们才造成了这个后来 这个运作上面往后延 那我知道台北市文化局有去跟议会沟通 就是说四大条件之下 大概是没办法做 那议会也同意说 要去放宽这些条件 让他们能够实际去做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现实问题了 我想不管假案也好 以案也好 我一直拖就不好 因为人民观感就不好 你资源已经投入了 你没办法执行 没办法达到他的效益 那就不好 另外这个百年国庆 这个我们也投入了数十亿的预算 要去 十七亿 不是数十亿 数十亿差不多嘛 数十亿就是超过二十亿 OKOK好 十七亿 打算来做 那当然我们也非常期待 但是至今 现在已经四月底了 我认为好像看不出一个 比较具体的 未来要举办的内容 以及各个相关节目活动的时间跟地点等等 这个部分似乎还非常的模糊 是不是这样 不会哦 各位报告 我们骑程跟内容完全都很确定 而且我们那可能委员比较少去超商 我们已经印了一百万份的那种 已经在发送了 发完了 都已经发完了 对一百万份 在超商 在火车站 在各个地方让大家索取 其实整年的活动已经规划完成 都在进行当中 其实委员如果打开报纸 几乎每一天 你都看到各种不同的团体 办理各种这个建国一百年相关的活动 其中有很大的部分 都是跟文件会 共同来推动规划的 好我请教主委 百年盟障 这个活动 办了如何 百年盟障 这个是由盟障委员会 他们去执行 所以并不是由你们去执行 对对对 就是说 我们有分几个不同的类型 这个是子计划 对这是子计划 子计划其一 因为每一个部会 他会报一项主要的计划 那百年盟障 就是盟障委员会 他们所报的这个部会的执行的活动 那这个活动就是由部会 因为部会自己都有执行力 所以我们就 基本上只是去管控说 他们活动什么时候办 办完以后我们去做成果的会诊 实际的执行是在部会 对因为我们从网站 去看到百年盟障 他只有列出日期 从4月15号到4月30号 现在已经接近尾声了 但是活动的地点就台北市 但没有任何的内容 活动的相关的戏目 等等等等 不清不楚 所以我认为这才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我们编了预算 不管是哪一个单位来执行 我们应该去了解 他整体的规划 那民众的接受度 那整个结果如何 我觉得这才是一个重点 不管是不是由文件会来主导 还是说子系列 由其他各部会来处理 我们都应该去了解 他整体的状况 好不好 谢谢 谢谢 好